在这边 在这边 你昨天跟我讲 说那个10KGF是20mm 是10还是20mm 10的话就变20 不对 10的话就变成30 这是后来的变形量 不是变形量 是后来的 盘管的自由长度是80 本机构安装附和是10KGF 10KGF的时候是多少 10KGF它的压缩量是40mm 10KGF在这里 所以它这个其实就是来表达 它后来的长度 所以应该是 它20KGF才40mm 对 所以10KGF的时候是30mm 30mm 所以30mm的时候你量 量 这一个地方 你怎么有IKEA这一条尺 我用来 用那个原规比较快 你上次我去IKEA 也有跟它A量掉 你看哦 你量这一边 自由长度你要量这个地方 量这个底座 到这个上座 刚好40mm 对不对 嗯 对 40mm 然后你如果用10KGF的时候 是30mm 应该会比较长一点 30mm 对 所以 你这一边 它给你的条件是30mm 然后你这一边的时候是 量起来是40mm 所以要乘上10分之3 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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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这边 10KGF的时候是 在中间 在中间的地方 对 所以这边是60mm 对 对 对 60mm 那你量起来的时候是40mm 40mm 所以这个图是缩小的 缩小的 缩小 缩小 3分之2 3分之2 对 所以你1比1画出来的时候 你的图应该比这个还要大 没错 对 这个 这个是缩小的 3分之2 应该 依照它的条件 这里应该是60 附和的时候是60 但是它是画40而已 嗯嗯嗯嗯嗯 所以你画出来的时候是要60 对 对 对 1比1的话 1比1的话 要60 所以 以实际这一量要乘上2分之3 变成 对 扩大 那现在2分之3的尺要怎么做 就要拿那个 来 不是 直接做就好 拿一个空白 这个 再做 这样来用这个 好 放这张招 拿一张 不知道什么 可以 随便 随便摆紙 你这样用 2比3的尺 可以了 好喝喝 我也要来 可以了 2比3的尺 比例尺 看你还有用 2比3 就是你原来是2 嗯嗯 原来是2 然后你要画3 那 这个是 这个是 原来的 嗯 这边是 后来的 嗯 那你 你先找一个 适当的 比如说 嗯 原来是 50好了 2比3嘛 2比3 这样 20 30 好 20 现在把它放大化 对对对对 20 在这 嗯哼 然后再来 再来 调一个角度 30 这个角度是真的随便 随便 那这边就是 我们用30 这样 那你 你从这里 画上去的时候 从这里画上去 这里2 这边3嘛 嗯哼哼 那我只要 在这里测量的 刚才那一张 测量的尺寸 插到这里 我用原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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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这里 插 比如说我现在要画这一个 我量这一个尺寸 嗯哼 量 啊 过来 是要放在这里 对 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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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平行线上去 平行线上去 就可以找到 这点就是 我们要挨打 好 好 那现在 现在问题 你有可能 在画图的 你有可能 在字字笔地词的时候 你会这样 有目测的 可能更近 先要不要好 好 先把它插这么多 好 你先把它平行 这样 比如说这么二 你会先 用刚才那个词 等间隔 先把它揉一揉 再把它揉平行线上去 最大跟 最大的范围 量一下 然后开始 画平行线 这样你 原规来插下去 平行的位置 大概都在什么地方 插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你就不用再弄 不用落差太大 那不会落差太大 不会 不会落差太大 因为这个夹角不要 用太大 哦 这个夹角 你用太大 太大的话 这个写率就比较多大 嗯 距离就拉 比较多 那这个 比较小 让它这个 这边 你画平行线的写率小一点 嗯 是 是 明白吗 明白吗 这样你用圆规插下去 插过来 大概目测一下 那个位置 就不会落差很大 像 这个到这里 你这个中心点 你大概取这个中心点插 这样 哦 插不会超过2mm 这是那个 嗯 如果放的比较大一点的 你就可以放这样 OK 那所以老师这一题 我们就用1比1去画吗 对 哦 用1比1去画 用1比1 对 那以后你们碰到的题目 有可能就是有陷阱 这个就是陷阱 他没有给你比例 那这个 你要自己去换算 图面的比例是多少 那第二个就是用标准元件 标准元件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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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开在这边 开在标题栏附近 备注栏 嗯 它会写4go s 什么东西 比如说 油封 这里有一个油封 这是O型环 嗯 有的是 放油封 那油封的话 它会给你写什么 S乘以Fy14啊 油封的款式 你就要知道 这个S4是 内进啊 外进啊 油封Fy14是内进啊 外进 油封的 内进 嗯 那不是内进吗 是吗 左层是内进啊 外进 左层的标准是内进啊 外进 外进 有一年考试就是后面写左层编号啊 这个全场只有一个用内进才画对 其他全部画错 嗯 那当年有一体 左层的编号是内进 嗯 它后面给你 左层编号 那你可以找 你这个尸体里面 倒去掉 哦 它是要你用 标准见的内进 去当那个比例子 当比例子啊 所以那一年 全部都画错啊 嗯 因为它没有下比例啊 但是就是 在后面 那些左层编号 那这个如果说像这个有 歐行编 嗯 它在 比如说第几件 第21件 以21件的编号 给你塞四构 歐行编 规格给你塞下去 嗯 你就要知道 歐行编 这个 是固定用歐行编 是内进 还是外进 嗯 它是特地做一件 它是特地 二十一件 是套在第二件上面的 嗯 所以是第二件的规格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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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了解 哦 间接去求出 求出比例 它的尺寸 嗯 那我现在跟你说 拿 那个 油风 变 这个 这个 蓝色本 这个也没有 那个呢 这个 这个 一定要 这样 你 因为你们以后要当老师嘛 所以像这些东西 你们都要懂 那 对你来说更好 游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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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游 游 游风 游圈 看这个 游风 游圈 游圈 游 Bowl 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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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網路中央在這邊 是的 網路中 這是右後鋼 我喜歡 大船 右下邊 3b 4b 3b 1 這個很久沒點 來,這個 這個 還有SSM有嗎? 油風 那你看它 D D是內進 所以 它的 有SSM有嗎? 標稱自進行內進 跟軸承一樣 所以它如果給你寫S Fy14就是用 這個 它的外進有兩種 寬度有一種 就是這樣看 這是一套在這裡 再來28 再來30 它就是沒有29 9 93 那一種都沒有 像這個就比較特別 這個63 我們在用就盡量用偶數 除非那個很 很特別沒有用到奇數 沒有辦法做過去的 我們盡量都選偶數 這樣 了解 所以 以及的裡面也有一條 嗯 以及 B部分 B部分是工作圖 B部分也有一題 畫粒細圖的時候 它裡面就寫一個S Y14還是48 我忘記 就是在講這個 好 那老師問一下 像以及B部分 目前技職教育 學生有練嗎 有訓練他們 課程只有一點點 課程有講到 爆炸系統圖 那一點點而已 然後組合圖 組合圖就是把 你以及A部分的題目 像這個都是算組合圖 組合工程圖 所以你的組合工程圖 學出來之後 要讓 對你的組合工程圖 可以看出來 要怎麼聽零件 才能夠把零件拆出來 嗯 像這個 這幾個仕圖 你就要從裡面看出 第一件怎麼畫 第二件怎麼畫 嗯 嗯 也有人把這個 畫出來之後 人家看不懂 嗯 畫不出零件來 所以 他現在B部分 就是在訓練學生 畫 系統圖 嗯 一個是這個 嗯 技能競賽 電腦圖的 也是系統圖 蓋這個 這個很多都是 這種圖 大部分都是交代不清楚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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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組合圖 組合圓 模型組合圓 轉出去工程圖 全剖出來 並不 並不能代表說 你 那個全剖面 就能讓人家看得懂 嗯 一部分 現在就是 好 那這條比例 知道 這個 裡面還有一些問題 你們畫的時候 先畫 第24件 24件 要畫 好 這個 他這裡說 建議1 2 3 再加畫24 24 更正不是24 這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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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看 第三間 第三間 嗯 好 這樣